外贸工厂最少也得倒一半 不然无法匹配我们这些下游供应商感受到的市场含义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老美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日韩紧跟其后 欧洲左右摇摆 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利润水平 都无法填补发达国家走之后留下的空洞 昨天刚看到一个新闻 印度因为自己具备了智能手机生产能力 将不再从中国进口手机 每年1.8亿只手机订单没有了 几千米长的码头 只停靠了一艘船舶在这里装些货 感觉太惨淡了 以前这个码头 博位差不多都停满了来装些货的船只 比较繁忙 不知道是经济下行导致的 还是码头定义不但导致的生意惨淡了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今天咱们来说说 小工厂面临的困境吧 用着上百万的机器 赚的是几名钱的利润 加了设备没钱 不加设备又没单 批量的订单利润低 守着老客户没单 开发新客户连打烊来都是亏的 想做转型没方向 维持现状又没出入 大家都看新闻了吧 电视台倒闭了 七百多家电视台停播 收视率几乎为零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们演吧 你们做吧 没有人看了 你看你弄的那主页话里胡哨的 老人看不懂 小孩不会看 中年人不配看 那一个月的会员费 比我家厕所用的纸花的钱都多 大街上也没人啊 就连老头老太太都看不着了 我跟前这两家邻居干美发的都不开业了 大周末的都不开业了 你们有人啊 你咋不打灯呢 你咋不打灯呢 我现在给你打灯呢 我给你打灯呢 你咋咋呀 我那好玩 我家也没人 没人啊 没人 那也没人 我看你讲的 大周末的也没人啊 是啊 大周末的没有人 都没人啊 这也没办法啊 你看上午快设定了 这个大日常 走路人都没 走路的人 流流不止 我啊看到古巴人 也就是老林人 几乎看不到零钱人 两年外卖 我都不知道现在怎么跑了 从五五高峰跑了七单 四七二十八 烤鸭还要三十二 赶到年底不干了 从晚上八点钟 到现在十点了 两个小时 我一分钱都没有卖 走 看一下 外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明 也就是说我是在四点到五点 那个时间去乘坐地铁的 我回来 也跟我爸妈说了这个事 他们表示 平时没有遇到过 就是那般地铁人 是非常多的 从来中国 不会出现说 没有人的地铁 所以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细思极恐 就是难道电影里面的场景 真的是根据现实生活中 经历过的 然后去还原的吗 高新园区白 来不及了 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 大连复达宣布 关闭的大连的复达欧美业友部门 也就是过去我们说的FMR 那也意味着复达二楼 彻底关闭 大约500名员工都要被裁掉 本周就要办理完离职手续 都不用天天 自己人内部还卷来卷去 可以离职后 稍微做个调整 想想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但是坦白讲 这个时候裁员 真的是把员工 往火坑里推 最后的最后 作为一个十年前 曾经在复达二楼 奋斗过的员工 我真诚地祝愿 这些离开复达的兄弟姐妹们 都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难道没有发现吗 以前老一辈讲的养儿防老 确实养一个儿子是可以防老的 但是现在养儿还真的能够防老吗 防不了了 你花几十万 花十几二十年 辛辛苦苦把一个孩子养大 大学一毕业 你就上交给了资本 到他手上的钱 他可能自己都还不够 他怎么回报你 好 你说你养孩子不是用来防老的 但是 作为一个子女 我是不是应该要起到一份孝心 我起不了 所以我不想要孩子 哪怕是我以后结婚了 我就想把我爸妈 安安心心地给他们养老 我赚到的钱 我把我自己的车贷还上了 以及跟我老婆 好好地过日子 剩余的钱 我存着 我给我爸妈养老 万一他们哪一天需要 用一大笔钱的时候 我能够拿得出来 而不是 再去给资本 培养下一代牛马 今天无意当中 看到了一位84年的网友 晒出了他当年计划生育的通知单 这个单子呢 是91年下发的 上面内容大概写的就是说 查明他们家 84年的时候 把这个孩子给生出来了 属于超生的二胎 需要罚款1500元 如果逾期不交的话 会对他的父母 岳父母 还有兄弟联合处罚 没有钱的话 可以拿物抵押 如果仍然聚焦的话 就会没收他们的土地 推到他们的房屋 如果你在规定时间 以前把钱交了的话 会奖励你150块钱 如果你超过半天的话 是不讲不法 如果超过半天以上的话 就加罚150块钱 一共是1650块钱 评论区呢 还有很多网友 也晒出了自己 当年被罚款的这个单子 罚款数额呢 也都不少 可是那会儿的工资水平 大概人均也就是几十块 上了百的那都是很厉害的 如果按他们月收入 是50块钱来算的话 罚了1500相当于 罚了他们两年多的收入呢 没来广州之前 负债200 来广州之后 负债2万 打工越久 欠了越多 没有关系了 看了上面张图片 就是妈妈摆摊 供女儿上大学 女儿大学毕业 跟妈妈摆摊 这很正常 上完大学 大学她改变 她就不解决就业 是不是啊 上大学没说要告诉你 就上了大学 就能解决就业吧 你们不会以为 我上完在学 就有工作在等着我吧 是不是啊 这就是道理吧 其实 就是咱共需要 普通人就 就是还是要 干个动手的活就行 动手 崩溃了 大学生现在找工作 真的那么难吗 难道没有家庭背景支撑了 大学生真的就毕业 急失业了吗 现在本科的大学生真的是烂大街了 一抓一大把 离开学校已经三个多月了 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小班间 每天在十几个招聘软件上投出的简历都失神 我叫李赤 无常现学24年 现学量达9600毫升 达到两个常年人的全身学量的总和 我又在这个无常现学志愿的群里我就发了个消息 他发现自己被踢出来了 给这个群主 我发了个微信 他也没给我回消息 也没解释 感觉也挺失望的 也挺伤心的 我的位置现在在群晖 工业员 新一圣 科技有限公司 因为正常无法支付正常工资 现在有员工只是 有员工直接人家上楼跳楼了 然后可以通过来 你现在已经有员工